各位同学,在开学前还有一个课题 想拍片给你们学完才可以开学 在化学方面,学了分析化学后 还有一个题目叫做尼智化学物的名称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中三时分析化学有很多名称很奇怪 例如我们学过绿化纳 例如学过硝酸银 例如学过碳酸钙等等 这些名称,虽然现在叫你硬吃了 但你发觉硬吃完之后也有点吃力,有点辛苦 记回他们的名称 因为当初我们还没学过什么 尼智化学物的名称 所以我们现在加上这个题目的时候 对你们学回硝酸钙等等 会容易很多 但在学的时候我们有三样东西需要知道 第一,就是尼智的形成 有些是怎样做出来的 之后,形成完之后 它的名称究竟是怎样的 最后,知道了特别的尼智 但整个尼智化学物 结合出来之后的名称 以及它是怎样去写出来的 所以有三样东西,这段短片里最主要是头两样 事不宜迟,开播 尼智的时候形成的话 我们有两种尼智需要去形式 第一种是很废话的 正尼智 正尼智当然是带正电荷 另一方面就是负尼智 负尼智的话就带负电荷 它们形成的方式 两个都会不同的 我们简单点先说正尼智方面 正尼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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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尼智的第一个例子就是纳 我们这里先和你分析周期表里纳在排第几 如果你还记得背周期表 它是排第十一 排十一 排十一是什么意思呢? 排十一的话 即是说它有十一粒的原子 所以是十一粒的质子 既然它有十一粒的质子 也代表它有十一粒的电子 它的电子排布是怎么写的? 第一层是两粒 第二层是八粒 第三层是一粒 这样的画是怎么画呢? 头一层是两粒 第二层是八粒 第三层是一粒 这些就是我们上学期学过的东西 还有一个我们叫做八粒体 那八粒体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它有八粒电子的话 就是会变成稳定的状态 那我怎样可以做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不是啊! 即是说,SIR这里八粒电子OK 第二层是八粒电子稳定的 但是第三层就出现了 第三层的这个位置看到? 多了一粒 它想变成稳定的时候 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 这粒送走给人 送一粒电子给人 第二个方法是如何? 吸收七粒电子来 令到它变成八粒电子 那你觉得哪个会更容易呢? 如果你不是说没有脑子 那你也知道 其实送一粒是容易做到的 那送一粒的时候 那怎样呢? 将这粒电子送给人的时候 它会变成什么? 按照是纳 第一层就是两粒 没问题 第二层有八粒 但第三层就没有东西 因为那粒电子送给人 好了 那我们要算一算 送完电子之后 它的极性会变成什么呢? 好了 如果在左手边 它未变身之前 这个未变身之前 它就有十一粒的质子 质子是P 带有正极的 然后有十一粒的电子 是E负 带有负极的 十一正 十一负 你会发觉它是完全抵消了 变成中性的 但是 如果在右手边的情况下 由于它是纳 纳 十一粒的质子是不变的 因为质子 是代表了它是什么东东 既然它是纳 是NA的时候 它是十一粒质子 就永恒不变 不会变的 它变的是什么? 变成电子的数目 十一粒电子 十一粒电子 是本身的时候 由于它送了一粒给人 所以只剩下十粒电子 既然十一正 十个货 加在一起 抵消 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正 所以我们要给方括给那粒的离子 然后给人知道它是有正极的 OK 好了 那铝的话又怎么做呢? 铝的话 我们铝知道它的电子排布是多少? 它是排十一 十三的 即是它有十三粒的质子 也就是推算到十三粒的电子 因为质子数目和电子数目是永远相同的 好 既然知道它有十三粒的电子 即是它的电子排布是二八三 二八三 那么就容易说 头两粒在第一层 之后八粒在第二层 然后三粒在第三层 咦!问题来了 有两个方法令它变成稳定 第一就是送三粒给人 第二就是吸收五粒给自己 哪个简单一点 你都应该知道 聪明的你都应该知道 送走三粒是容易一点的 送走三粒之后 那会变成什么? 送了三粒给人 第一层两粒照在 第二层八粒照在 第三层送了给人 不在 我们在这里计算它的极性 没有变化之前 它有十三粒的质子 十三粒的电子 大有正极的质子 和大有负极的电子 它们是中性 没问题 但是它变了离子之后 它照够十三粒的质子是正极的 但是只剩十粒的电子是负极的 那会变成什么? 变成三个正 因为正是十三粒 质只有十粒 所以我们会标示方括 跟人们说它是三正的离子 好不OK? 那你慢慢画完整些东西 再数回它的质子数目 和电子数目 就可以知道它是多少正的离子 那阿sir我不懂得画 不要緊 其实也很容易记 只要你背了周期表格 知道它是第几续 第一续、第二续和第三续的时候 你都知道它是属于第几个极性的 第一续有哪几个? 第一 第三续的金属就是铝 知道第幾軸就可以知道第幾軸,第一軸一軸,第二軸二軸,第三軸三軸,你不會畫的話,背回第幾軸都會幫到你 所以非常易記,嘻嘻 講完正離子這麼易記的話,我們就做了這個負離子,究竟是怎樣去形成的 負離子以綠為例,綠排第幾軸,記不記得? 輕鵝里皮彭,炭淡藥乎乃賴,美女桂倫,流禄,甲蓋 記不記得數到第幾出現了綠,十七 排第十七的時候,證明了有十七粒的質子,然後也推算了十七粒的電子 既然知道它有十七粒的電子,你可以推算到它的電子排部是二八七 第一層,兩粒,第二層,七粒 對不起,第二層,八粒,第三層,七粒 今次照舊,它有兩個方法,變成穩定 第一個方法,吸一粒 第二個方法,送七粒 誰會簡單一點,你覺得吸一粒簡單一點,還是送七粒簡單一點? 聰明的你都知道,吸一粒容易一點 這次的情況,送七粒,你找七個人來收你的東西 沒可能的事,當然是吸一粒就算了 經過吸一粒之後,會變成怎樣呢? 第一層,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 第一層的兩粒不受影響 第二層的八粒也不受影響 第三層的七粒是本身 但是由於吸了一粒別人 所以按交叉來表示 之後它的極性是多少呢? 極性的話 它本身未變化之前,有十七粒的質子和十七粒的電子 所以你發現它是中性的,對吧? 還未變身 變身之後又如何? 照舊十七粒的質子 但是今次有多少粒?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八粒的電子 十七個正極,十八個負極 最終它變成什麼極? 負極,一負 一是不用寫的,數學 不用寫一,什麼都除以一 不用寫的,對吧? 好了,給多個例子給你 是關於氧氣的 照舊了 輕害你皮膚、炭淡氧、忽乎乃、辣味、呂桂輪、流禄、雅、甲蓋 有聽的話 氧是何時出現的? 第八個 證明了它有八粒的質子 亦推算到有八粒的電子 質子數目和電子數目一定相同 未變身之前一定相同 知道它有八粒的電子之後 電子排布二六 二六是什麼意思? 二六就是兩粒在第一層,六粒在第二層 那今次你覺得如何變成穩定? 吸兩粒 還是送六粒? 聰明的你應該知道 是應該吸兩粒的 吸兩粒的時候變成怎樣? 咦?跳了上去的 跳了上去的 歐 歐 歐來的,不是零 第一層兩粒 第二層六粒是自己的 但兩粒是吸收別人的 極勝 左邊不做了很多次 應該明白左邊是中性沒有變化 直接做右邊 右邊有八粒的質子 但今次幾粒的電子 十粒的電子 八個正 十個負 最終變成什麼? 加個括號給它,變成二負 你發覺加起來是相差兩個負 所以變成二負 我們不可以寫負二 是不行的 上面也不可以寫正三 我們要寫三正 然後下面要寫二負 它的寫法是這樣的 好了,為了方便你更易記 不用每次都畫出來的時候 照舊了 逐七、逐六和逐五 我們都有一個很易記的方法 逐七的話,想想中文是什麼 中文叫做 枯 之後就是 六 逐五的話 逐六的話 有的是樣 之後 英文 中文是流 六 逐五的就是淡 還有 我們的輕易血盤 炭淡養忽 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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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勝 超容易記 逐七的話 一定是一負 逐六的話 一定是二負 不是負二 然後 逐五是負三 還是三負 三負 所以 憑這個方法 你也知道它的離子形成方法是怎樣的 還有 最後 離子的名稱 知道它 知道了 之後 我們每次都畫出來 我們有些名字都要背 好像英文那樣 Apple每次都要塗 Apple怎麼串 Is and R 都不用串 即是你不要跟別人說英文 你看看這本書 五十五頁 和五十七頁 中文書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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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到 以下這個表就漂亮很多 找不到中文版 因為我只有英文版的Soft Copy 上網找了 這些名字是要背的 分別是一個電學 兩個電學 三個電學 的名稱 你需要背 這裡 你可以停一停 或者自己看書 你要背多少 我們回來之後 就會去 默書 默這個圖表 因為你不默這個表 你就不知道自己是 串什麼字 和英文一樣 一定是默書 才可以背到東西 記到東西 今天就到這裡 第三個的話 第三個題目 名稱 我們複雜一點 所以下一堂 才再和你們說 好 希望你知道 形成的時候 即彌智的形成 如何畫圖 還有 他們的名稱 記住 我們開學之後 就要去默書 喜歡的話 就按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有些什麼 我們開學再見 拜拜